灰色磚牆中間有一個門窗 甚至左上角還有門牌 但走近點看連屋頂都沒有 就是門牌跟一面牆 再走近一點 雜草叢生還有許多垃圾 不說還以為就是一處廢墟 但這裡可是擁有百萬價值的 一片土地 有三、四十棟 那都是古早的 不知道拆到我出的 那都在擋東西 其實這片牆 和旁邊兩棟房子的主人 都是同屋主 就位在高雄三民區立德街 就真的是一片牆獨挑大樑 讓路過民眾都覺得很稀奇 但由於附近是車站 還有學校位在精華地帶 土地每瓶價值超過百萬 卻因為年久失修 沒有人整理 只留下門牌跟一面牆 不是這個祖宗 他有留個兒子生下來 都沒有過戶 沒有過戶就超過很久了 人家子孫老了 死了死了 就是子孫子傳下來 就有三 就變有三十六個繼承年就是 他學得很好 他學得差不多 好學就不買了 實際回到當地 其實這個房子包含七樓三坪 以及空地七坪 還有旁邊的土地十坪 全部加起來將近二十坪 但因為原屋主繼承沒有辦理好 繼承人多達三十六位 難以分全 只好先擱置不動 有一個轉角處 也就是所謂的三角窗的位置 那以地坪單價來講 其實一百到一百二十萬一坪 其實它不成問題 但它的問題是在於說 接手的買方 該怎麼去處置這一塊地 房仲說這塊土地雖然在精華地帶 但因為需要整理 並不好出手 現在只盼所有權人能夠好好溝通 讓土地得以發揮最大價值 而商圈的中央路段出現一片牆 荒涼廢墟卻也價值不菲 三十五年萬就得家裡高雄 採訪不到